首先要进行对战的是 Ibuki组和杨凯组 主考核队长 王一博 Ibuki组 他的成员当中有 黄霄 庞淑月 POPPING C 马晓龙 晓武 以及JC俊 多五种的融合 大家敬请期待 最后一位 Ibuki 海外側の四人は 結構OGの人たちが多いので すごく都市が上の人たちが多いので 自分はまだ24歳なので Ibuki 今回は中国の曲で やるということが チャレンジだったので それはこの海外選手もいる中で 彼だけが体で意味を 表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 彼を一番に選びました いいね 私が好き car 私が好きな 僕の初めて作った 彼の作詞で 主編舞者の代表 彼の組の組みに 私は私は大招きくに 責任しています 你可以选择另一个中国游戏舞蹈员 为什么选择 对 两个大鞭舞 这个原来厉害 我们终于合成了 Poppincy or Keroa 我觉得可以是Poppincy Muni Zerik san 我本当に一番助けてくれたと思うし 彼がいなかったら大分やば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I'm so happy to be you guys I'm happy too You guys amazing So cool Thank you Really good Ibuki 他属于年少成明星的danser 但事实上 他好可爱 Doron I like it It's like a dress Gang Kong Gang Kong Kong 他算是我们这一组的队长 但实质上是我们整组人里面年龄最小的 他是个团重 Ibuki 就是小钢炮 我觉得 看他小小的身体有那么大的能量 每天都很开心 很爱笑 好 所以我们大家都关热 而且其实他逻辑很清晰 他在统筹能力上我是认可的 他要什么 他自己是有一个诉求在那边 我们开始在20分钟 然后我们今天结束了 早上 好 因为我第一次有一个照片 就是哇 所以它不是很性格 它就是哇 好 好 好 非常好 因为我只要做的好 好 Dirick是说话的流程 他一直在整体的事 Div是说话的 他整体的事 他都没有想着想 有没有想着想 手转 然后再看 你想要烦恶 走 你的时候她可以 做一个表现 然后我们是吓 正好她就看到它了 嘴 这算是我第一次和外国舞者 一起来就是编排一个作品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 你没有找到吗 我记得那天 我好像在那边看到了 天猫炒品区 不让我们过去看看吧 早上来 哇塞 好针 好多哦 好好看哦 哎这个很辣 很适合你们wacking 哎你们觉得这两件哪个更好吗 我觉得这件特别适合hiphop hiphop 哦 那这个 popping popping 我觉得都好 你们慢慢选哈 Everybody was really really nice to talk each other so we really work together Chinese and foreigner wa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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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许可 i can do it you can easy easy yes i think we need to together yeah mayb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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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觉得要一起 we was ready for that so i'm was so excited to dance oh yeah oh hey whoo oh wh hey you n n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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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悅我都 你最悅我都 你最悅得很适合 跳下去了 我只想我錯 在曉光人太多 大風 失火 你再只好上風 我只想曉光人太多 大風 失火 你再只好上風 我只想我錯 1 2 3 4 1 3 5 5 5 6 5 6 6 6 7 7 7 8 8 8 7 8 8 9 9 谢谢 谢谢 Ybuki,黄小瑞,黄珠月,卡铁斯,马小龙,小舞,GCG 谢谢 他们作为开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因为他们整支舞蹈给人营造的氛围就是很欢乐 包括他们的服装搭配啊 整个编排啊 包括一些照相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啊都很开心 我觉得挺好的很精彩然后整体的编排然后包括故事性都很热 很连贯是抢了一个胶卷之后拍了一张照片对不对 挺好的 很精彩 很精彩 就Ybuki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精彩 谢谢 想问一下Ybuki就是对这个中文歌的意思有没有理解呢 对这个歌 对这个歌 这个歌是两个男性和女性的爱情故事 这是《Happy End》 对这个歌的歌是在庞東语音乐中的歌 但是在庞東语音乐中的中文歌 在庞東语音乐中的中文歌 JC决定会说这种表情 所以他们去烤箱里带来到他们去吃饭 或者是一共的文化 我们一起学习和踊跳 非常棒 谢谢你们 现在请你们去观战去休息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凯组 看完他们那个舞台 我们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舞蹈很炸 杨凯组成员 杨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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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子和巴里斯 加油 加油 好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让我们一起梦回三国 好 我们来听一下 是吗 没想到 选了一个另外一首 没有听过的中文说唱 我明明是一个跳BREAKING的 出来让我去做一个编舞诗 所以说我选人的时候 我首选就是选了 四个安全的编舞舞者 我希望让Eleven负责画面 滔滔负责来整理统筹 整个这个编舞的一个框架 Kan Kan 来出舞蹈的动作 这个组合一选进来 对我来说我非常有信心 你能不能选择 你不能选择 你不能选择 啊 Demon 好早安 嗯 我们先把整个框架全部拉出来 拉出来完了以后 我们根据每一趴现在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 我们再去修 这样可能会更快一些 啊 我明白你的 但是我们可能会还是比方先 先把整个片段先拉出来 因为这样我们会大概的知道 就是我们每个片段里面会比较薄弱 哪个片段的东西比较好 就是我们一般参加比赛 我经常用这个方式 一只移植的东西 非常美丽的 对 完整的东西都很快 没有练习 只要知道所有的照片 什么要做 我觉得我们的风格 和你们的风格 我觉得是不同的 我们喜欢这样做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起来 开始到结果 我们会感到害怕 然后在表演 当时我们编到一半的作品的时候 出现一些编舞思路的分歧 其实就是编不下去了 没有练习 作词 从中海后 那是没有声劣 去水 这个 这个是中海后的第一次磨合嘛 这个是中海后的第一次磨合嘛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当队长的这个时候来调解 而且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跳我们中文歌 诠释我们中国的文化背景 于是呢 在非常紧密的编排的期间 我大胆地带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顿 正宗的四川火锅 那个鼠的字叫鼠国 鼠国就是那个歌词里面那个人物的程式 那个火锅店 太适合我们的这个主题了 一进去就是这首歌的歌词温九的舞猴 这次跳的比赛的歌词 那个将军就是他 嗯 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温九攒化雄 就是打仗的时候 他在城市里面去攒化雄 其实人头回来的时候 那个酒还是热的 这就是那个将军非常非常的多 来我们随便找个位置坐一下 哦 呃 一个是来一个根更麻是吧 没有那个不辣啊 这个不辣 啊 那我们开吃吧 来开吃 没有什么事情是拿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请你吃两顿 哈哈哈哈 美味しいこれ 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それをみんなで食べるてよかったです 我们这一次吃饭的主题 最重要是跟巴黎师和 堪堪他们边吃饭 我们边聊一下 关于三国的这个 我们舞蹈的构式和一些想法和主题 对 すごい 哈哈哈 这太炸了三国演义 这是我们中国拍的第一个 三国的片子 哦这个 那 初一位诸葛亮 楚国的军师 就有点像是 堪堪一样的编副师 哎 还有 曹操 曹操 这就有点像是 对面的 batter boss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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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们的对手吧 对手 对 对手 关于 这个歌词的名字叫刺兔 就是这个将军骑的那个马 是当时最快的马 就有点像现在的法拉利 法拉利 我们 可以做一个 三国里面有一个 battle的一个环节 就对方的 有点像我们对方出了一个招 然后叫 炒船借鉴 那你それ 这个比喻是一个船 楚国没有武器了 但是他想了个办法 他在过去的时候 对方以为他来来来来人了 他这个船 但是他里面没有人 这个是假人 放在上面 吃火锅的时候 我们就聊到了 关于我们这首歌的一些 历史 和歌词的寓意 然后这个说 不然他们真的不知道 只知道 这首歌的节奏很棒 然后 转过来 come on 他拥有了 这么多的武器 哦 然后再去 杀回对方 准备 可以 聪明 聪明 这首歌的 曲的 有了 这首歌的 我感觉到 这么多的事 就像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很久不足的 谁出了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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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觉到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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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可以改善自己的感受 我也想表明自己的感受 我只想一跳 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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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舞了 嗯嗯嗯 好 摩托大地回归 蹦蹦蹦蹦 啊 nice 不太快 所以就滑稠了 然後練習得很深刻 1 2 3 沒有想到大家會在這麼短暫的時間 而且大家不一樣的舞種 能完成得這麼的好 我們認為我們要做的 不光是要贏掉對方 而且是要做一個全場最雜的焦點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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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3 1 2 3 2 4 3 2 4 他们只能活在那个地霸 晚上八点钟的饮洒 怎么屁门 啊 给梦梦 给梦梦 我只能一脚像下大分级的笔画 哇 I'm not that it's my big day 不是大笔最口腿 我渡大地回归 你只不如干干退退 I'm not that it's my bi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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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big day 不可能下台 我把我把吧 这个可以啊 你会把马尾巴放开 马尾巴 你会把尾巴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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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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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那是一切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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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尾上就像一样的一车 那是一切的爆炸 和尾巴据 和尾巴据 噢 噢 那是在前面的挑战者 这很聪明 这很聪明 很不错 看完他们表现 觉得他们那个舞变得也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画面呀 然后包括他们BREAKING的运用 杨凯好像做一个倒立 然后所有人就把手和脚这么立起来 我觉得那个画面 轰突然一下 还挺棒的 我的天哪 哇 这才第二首歌 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的好 短短的一分钟 然后编排的很有层次 然后很好的运用了两个BBOY的一些配合 然后整体的swag的方面也编的特别好 然后而且整个队型 包括最后的那个马尾辨 这个设计特别好 我很好奇 那个最后那个动作 爬上去的那个 那个是谁想的 这首歌是 关于有三国的这些历史的这些桥段 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吃一个火锅 然后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聊 然后聊一些 关于这些三国的历史的这些 这些桥段和这些文化 后面我们就在一道菜上面拼凑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觉得 Gina她的那个辫子 大家都觉得很合适那种抽象的这种艺术化 大家就觉得 嗯很有意思 就出来了 这个火锅的事情很有意思 这个火锅的 我们本来去那边吃火锅 他们说我们要看这个中国的文化 我说了我在中国已经七年了 我知道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我们去那边 然后在那个火锅的地方 我们真的发现了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这个给我们多灵感 因为我们中国餐厅 特别是火锅店 现在都是会搞一些非常奇奇怪怪 花花哨哨的这些菜品的这种造型 我就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也许这是舞蹈真的是来源于生活 你看这这这一道菜其实就可以 想一个 嗯有点像我们的 背上这个刀起 我们这个圈就这样子吧 啊那圈这样 这个就很好 这个正 你们这把正法摆到我们的舞蹈里面 对对吧 因为跟他们讲草船借鉴的这个感觉 他们觉得特别有意思 然后我们就突然之间看了一盘鸡 现在摆了一匹马 哦有点 哎挺像的也还可以 感觉 哎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 我们八个人在排练的时候能不能像这样的 嗯 就像这个鸡一样 我们可以煮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一起做律动 像一匹马 一样慢慢往前躲那种感觉 对啊哦 这个搭起来 吃火锅可以可以出成这种这种舞蹈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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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都就是没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情 哈哈哈哈 这个编舞真的编的好 这谁编谁是主编这个舞蹈 这个舞蹈 King King 来自日本的King King 这个编舞鸡腿要加十个 太炸了 太帅了 这一组的编舞师也超级多 除了King King 还有十一 然后杨文涛 西西 Juna 也是编舞师 这编舞师扎堆 我知道了 这个舞蹈的成功关键 第二个是编舞编套 第一个是选人选的好 对长的功劳 对长 对 可以 其实我之前我特别 希望能看到这些 国外的一些编舞师 和中国的一些编舞师 能融合的会出什么样的一个作品 这个是真的看到了 真的挺棒 很棒 接下来我们要把EBOOKIE组 也请回到舞台当中 这很难 两个作品已经表演完毕了 难题来到了四位队长 你们要在两组当中进行投票 我们的主考核队长王一博 最后投票 同时你有两票 那我们先 既然一星已经把脸挡住了 我们就从 韩庚队长开始吧 好 哎呀 真太难了 这个 哥 加油 好 我个人 更喜欢 这一组 这一组 一博一组一票 谢谢 小龙那一组呢 我觉得编排特别的棒 很巧妙 反正大家的所有的气氛 甚至每一个角度 大家都会理议得到 单独去看 他都会有一个画面在那里 马小龙 马师 真的是还是 哇 厉害 聪明 来吧 哈瑞 这个很难 因为他们的音乐都 就这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们两次都把这个音乐 都表达出来非常好 但是呢 我 这一次 你们这样看着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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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为 你们这样 把一个相机放到这里 又看到他们三个 真的看着我 我们看你是因为你可爱 我有压力 是因为你们帅 哎呀 哎呀 哈瑞的中文很好啊 双压 来吧 哈瑞 我 我这一次 还是觉得 啊 这首歌表达的比较 比较 比较丰富的一点是 这边 杨凯总恭喜 获得一票 最印象深刻的是 啊 头发做那个 马尾巴 真的 哎呦 嗯 这个编 编排太棒了 好 那没办法了 这个作品他 我的这个投票 他主要不是说 我不爱 这一组的队员们 啊 不不 老师们啊 我选这个边 杨凯总两票 我觉得那个赤兔绝对上 不用再想了 就各方面表现的完美 完美完美 啊 从选人到编排真的太优秀了 就是优秀二字 现在 王一波队长作为主考和队长 你手中有两票 啊 对 我讲一下 两边的编排真的都特别的好 就是从队形 然后故事 然后以及一些各种的设计啊什么的 都特别的好 真的 所以接下来的一票 可能属于我自己的个人喜好票 选择这边 对 恭喜杨凯组全员晋级 好 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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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奴隶真的没有白费 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一次 非常开心的 大家特别喜欢的一次作品 最重要是全员安全 接下来 一波 你还有一个难关要过 除了Ibuki之外 在剩下的队员当中 你需要挑选两位待定 以及一位直接淘汰 我现在直接给吗 这么残忍吗 驾驶 厉害 这个节目 真的厉害 残酷 一波队长 首先你要公布待定的两位是 小五 杰森俊 对不起 小五 杰森俊 你们现在带定 你们现在在队 还有一位可能要直接淘汰 还有一位可能要直接淘汰 小五 杰森俊 对不起 树鱼 接下来第二组 叶音组对阵亮亮组 主考核队长张艺兴 先有请叶音组来到舞台上 叶师傅 叶 叶 叶音组成员 叶音 韩宇 布塔 子龙 某某 于婉 乔治 四个字 作品有爱 来了 三二一请开始 这一次拿到这首歌的话 其实太像第二季那样子 可以很轻松的去分工去做什么 真的吗 这首歌 这首歌 这点难的 这好难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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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我们叶音的这首歌是什么呢 如何是爱心疼疼 怎么是爱心疼疼 是编舞师 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我这个音乐 然后在《B-B-B》里面的话 我会觉得乔治 是子龙很适合表达 慢的音乐 因为我也是个 Locker 我也希望可以有一些朋友一起跳Locking 所以 韩宇 宇哥也是编舞师 他也是Locker 宇儿也都很跳很帅的Locking 我觉得 这一点上我们三个是很契合的 然后 我作为第一件事 首先 人心 我觉得永远是最重要的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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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晨 嗯 先是我们大家在一起 先吃吃喝喝聊聊天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 好吃 好吃 像朋友一样互相了解聊天 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步 yeah we got a Lirical oh 谢谢 perfect 这是中国、英语、英语、日本、英语、英语、 欢迎 我第一时间让国外的朋友了解这首歌 到底在讲什么 因为这首歌 它非常整体 像是一个故事 这样 凝聚在一起 去一起感受 那大家听这首歌 都有什么感觉 我们可以 看想点什么 我们脑子里对这首歌 跟这首歌比较像的画面 然后 我们把那种画面画出来 第一画面 就画自己的感觉呗 哎 走 作为这次的小组长 我很希望可以让 队员更加了解这首歌 他在唱什么 因为其实作为中国舞者 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也很想了解一下 大家对于这首歌脑海中的画面 所以就选择让大家去 通过绘画的方式 把大家脑海中对于这首歌的理解画出来 你画了那个下饺子吗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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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呢 咋的呢 我这个我这不跳 我这个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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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天 OK 韩同学 为同学们展示一下 我需要放一遍音乐 对大家再听一下这个歌 讲故事 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觉得很孤独 打雷 啊 打雷 一番は七夕の 彦星様と お姫 お姫様と お殿野様 が 出ました 啊 凄い それがこの天の川で なんか人画の苦手だから が図形にしてみました When I listen this song I didn't feel like they're People to people I kinda connect with more nature 这个就真的很可爱 就是每个人画出来的画本也不一样 画出来的最后的画面呈现 东西也很不一样 所以说 大家也是对这首歌 有很多主观的一些画面感 どういう風な感情で踊るのか っていうのを共有したからこそ 他のメンバーからの 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になって フリッツケだったりに こう活かせ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ソース ダウン ポッシュー 不同的人 看着の作品 会有不同的想法 然后 我们也就 因此而带着不同的 一个想法 去一起表现了 我们这支作品 春雨 跳舞 وت着 veel Vietnam 対PL 遍遍瓶酒也有 午夜星辰四奔走 才能与柔 景牧 甜与伤口 酿成的陈年烈酒 如后尚酸可口 怎么泪水还偶尔失手 要你洗干心中缺口 裂缝中六寸温柔 成为越人喊 只为雨相拥 要你一遍逃越的环境 要我抗星光 我只拿着风波 去了随暗一套 那日同伸手 给你救护树人望 救护树人望 救护树人望 红银花开得纷纷扬扬 当世界美好 与你缓缓相靠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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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洋洋 新春洋洋洋洋洋 流动好 谢谢 做得摇摆 我做摇摆 我觉得真的非常难的歌曲 他们真的做得清洗 虽然我没有明白歌曲 我感觉到旧音乐的能量 在唱片上 前半段的时候 我是一下子就升线其中 他们的队形流动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幸运流舍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一点 就是把这歌舞舞蹈的意境 做得还挺好的 最后大家排成一排 然后大家肩并着肩 还挺有那种轻松岁月的感觉 感谢叶音 乌塔 子龙 某某 乔治 韩语 余儿 好美 对 非常好 完成度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首先这首歌很难跳 能够把这个友情的这个故事 说出来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棒 这是谁是主编舞 本塔吧应该 但是我觉得前面的铺垫啊 包括最后的结尾都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一些 对BREAKING的运用 然后包括BUNTA老师编的一些很多的队形 我觉得编的都特别好 因为当时你抽到这个歌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融合最大的难度就是如何让国外有人也能够理解中文歌所传达的含义 所以我们一直有去推敲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去画了一幅自己心里对这个歌感受的一幅画 哇 有的人是画的是晚上 或者有的人是在下大雨 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叶音画的是后边有很多人在走 然后他自己在雨里出来的感觉 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当成一部漫画来看的感觉 就是整个音乐的故事到最后给大家的感觉是很美好的 对 就是一切都会过去的感觉 哦 厉害 嗯 色んな人に元気を与える曲だっていうことを えっと 僕はちょっとそこを中心に作りたいなと思って その何かを困難を乗り越える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を えっと 表し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今回こういう作品を作ら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えっ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 他能感受到这种友情的这种 那种力量和气息在 真的是在我心里边还是有感触 能看得到 嗯 所以这首歌也打动了你吗 韩庚队长 嗯 想到了青春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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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一直很青春 哥 对 嗯 觉得一下忽然想到是我上学的时候 朋友在一起那种友情的那种感觉 青春岁月啊 哎 对那种青春水月 他在说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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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位下一位 来 Harry 就像庚哥说的 这也让我想到 你的青春岁月不会吧 这个让我想到庚哥其实 对 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 对 因为看到他们都在这样 就一堆朋友 然后就笑着在那边 哥 还记得吧 记得 当然记得 我们十年前的一起的生活浪漫日子 是吧 浪漫日子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经常跟庚哥两个人 一起搂着 太多了 经常 乔治 我觉得你跟子龙还挺有缘的 从街道的良人比赛 一直到近49的co-op 这次又在一个组 你的感受怎么样 就 就觉得这缘分可能有点整不明白了 就之前比赛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又一起合作作品 私底下相处以后 子龙就是 就挺可爱的 然后 然后 这个 他跟我说他不喜欢喝饮料 然后每天就管我要茶喝 然后 然后 你每天喝茶 对 就 他说 他在给我们 这个 云南植 是 花蜂 那边喝得很棒 大家都说 哇 他在这边 太多了 还有一个 东西 是 这边 石茶 你 请继续 你 出云南 call you call you mayb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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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long wal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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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go云南 然后我感觉 嗨还挺有意思的 缘分就是有点说不清楚 刚开始的时候两人还在battle的 然后后来以后又靠他 有没有人不服 然后最终又进了一个战队 在一起合作 我认为这个就是缘分 好 谢谢叶师傅组 谢谢 现在邀请你们的对手 亮亮组 亮亮组成员 亮亮 小鸡 Kamamba Rochika 兔子 重阳 石头 他还是好看的 他超错太多了 挺自责的 因为蛮可惜的 这么好的一个舞 然后当时失误了 那个紧箍 然后搭到眼睛上面去了 然后就没办法去 去看清位置 就是乱掉了 当时就会 就一下懵了 其实道具上要有 要有提前的准备了 就是你这个是否固定死了 万一突发情况 挺影响发挥的 对稍微 没有那么齐啊 感觉大家好像 边排 在一起边排的时间 是不是 一起排练的时间 是不是稍微有点少啊 就是 其实内心比较 很愧疚大家 我心里边也会自责的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可能 没有很好的沟通好 然后就可能是不太整齐 接下来 思维队长 要在两个作品当中 进行你们的投票 对 肯定是 以这一次的比赛作品 来去客观的去看 叶音队 我的选择 我还是暗暗暗打架的 好 我选这边 恭喜叶音组全员晋级 一系队长 首先带定的两位是 卡班巴 和 和兔子 待定 直接淘汰的人士 对不起 崇洋老师 对 谢谢崇洋 谢谢 第四季能回来 然后再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排舞 看他们在场上的风采 我觉得就挺好的 然后再有这么多大神 也知道了有一个中国舞者 他叫崇洋 我觉得就够了 嗯 嗯 拜拜 崇洋 对不起 对不起 接下来马上进行我们第三组的对决 AC组对战 GoGo Brothers 主考核队长刘宪华 现在我们请AC组来到舞台上 GoGo Brothers 请你们去往备战区备战 所以首先选择的是GoGo Brothers 好的 肖洁 肖洁无敌了 佳洁和布洁 这傻人在哪儿呢 一套已经出来了 不要对上GoGo 那一组就可以 这是太可怕了 不要对上GoGo GoGo Brothers 你会跟 你会跟 AC 为什么 屏子停下来的那个瞬间 人吗 太难了 我当知道AC抽到对决巴的之后 我整个人就是 我已经拒绝了 在床上 在床上 就变成了 我说不用想 我们输定的 然后他说 不要这么想 我们不能这么想 虽然我心里面也这么想 身边的人都跟我说 你已经输了 但是 我还是相信 一切就有可能 我没有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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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身为智慧的中国人 我选择搏一下 我选择了 Sango Becker Ryuri的力量也是很OK的 包括Chika的力量也是很OK 加这两个 Kwamp 就是 BOM 我们就是一个大力狂魔队 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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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给拉出来 Mash potato 这种动作 还有 back slide 也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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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perfect 那么开始吧 我们拉克 虽然来自五湖四海 但是 我们觉得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 哎 对 so ta la la hey ta la la 啊 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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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but me is fast 其实不管 什么样的语言交流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障碍的 我们只需要一个point 啊 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所以说太棒了 啊哼 哇 有没有做 呜 这是顾顾的 顾顾的 顾顾 顾看 顾看 顾顾看 既然我们都对他们了 那就算是说我们输 我们也要做一个好看的作品 三个 跳wacking的 咱俩跳kwamp的 wacking跟kwamp的结合 能碰到什么样的火花 你可拿不准呢 好 Junior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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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时候 大家其实就是很团结的 一旦一个事情很团结了 你们的这个作品 就会看见这个邻居你啊 游戏还没开始呢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你很强 我也不弱 加油 好 好 这一组的歌名是 歌名待定 那就说明他们这一舞台 有无限可能 三二一 音乐 儿子 儿子 风 厕音乐 厉害 爱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好 杨茜茜的能力一直都是中国顶尖的 就是他们一直跳的时候我也炸了 而且很扣主题 黑玫瑰 那个情景就出来了 没有可以质疑的 C宝宝 对啊 好喜欢 非常好的一点是 就是这一组很多很多舞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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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出来你们有花很多时间去考虑 要怎么把这些五种全部融合在一起 觉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对 我也觉得融合的挺好的 就是然后包括Crum的一些帽子 跟你们的队形的编排都挺好的 就每个人都很有力量 有WAKING有WAKING的力量 Crum有Crum的力量 但是两个力量融合在一起就很好 明白 一星队长 是 说到这个Crum 如果是在这个舞蹈当中 是不是还挺难融合的 其实还好啊 明明和澳洲跳得很好 然后他们也跳得很好 还是挺炸 就是还是AC的那种风格 每次你亮相你的那种气场 马上就会出来 就我也特别很想问你 为什么你要选择两个Crum 对我而言来讲 我们可以把两个五种相似的东西 或者同样质感的元素 结合到一块 这是我所理解的融合 其实我们大家在一起都很融合 真的 而且我们第一天开party 给他们点到外卖螺丝粉 这是不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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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明明的表情 她脸上写得嫌弃两个字 你还给他们吃螺丝粉 齐卡很喜欢吃 吃得惯吗 好的 A little bit spicy noodle 很美味 普通每天都会吃吃 好 好像每天都会吃 每天都会吃 好 好吃 是罗斯恒也是挺恨的 那下次尝试一下王志和抽动舞吧 好的 不管怎么样 AC组已经拿出了他们的作品 接下来 就让我们移步到观战区 把舞台留给你们的对手 GoGo Brothers GoGo Brothers组里面 有GoGo Brothers Gothen Bush Lingo 小海 肖杰 阿文 别动 加油 阿文 好 下一组让大家看到 Original Funky Style 到底是什么 三 二 一 音乐 二 二 也套 我穿 很判 裟杆老道 不能再康 我相信 第五 Flug 車上 karşı 我認識 達國 對 轉 Gene 太多的快速能修正的声音 太多了太不及发情的麦克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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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顶级老头 聚在一起的那个制装 我简单粗暴 干净 帅 炸 当看到狗狗和 Helty Bush 他们一起四个人 一起做Virtual Way的时候 哇 那个气势就已经 镇压全场 哇 就有一种被他们头 跟着这样拉起来的感觉 哇 就狗狗Birds那一组 从那个音乐就是FUNK 他们的舞蹈FUNK 他们的整个人的状态 表情动作都是FUNK Original FUNK 就像一个炖了很久很久的 一个鸡汤 一喝 就有感感感受到 他们有炖了多久 有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鸡汤 真的很难可以看到这种舞台 很多人是觉得 一个舞台炸的 就是一个technic 一个动作或是visual 但是呢 这个舞台从头到尾 一直都在炸 他们炸是在他们的feel 太喜欢了 来 隐形队长 我看的就觉得非常的棒 然后杰哥的C位 哇 小鞋 别人都戴有礼帽 你为什么不戴帽子 没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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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C位 C位 没有 这个我澄清一下 因为我的头 它就是 戴上去的话 它会不紧 防尔赛 因为我经常有这种 比叉这种 我害怕掉 所以说就不戴 就人的头都大 就你小 你听见了 你听见了 OK 一波队长 就整体的动作质感太好了 然后整体的音乐 玩得也太适合你们了 然后编排也很有趣 然后一些海格 从下面钻出来 然后这边 还有做超人的动作 对不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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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哥哥老师 之前是知道海格是跳 会跳LUCKIN的吗 对 我认识 我认识 ジュニアタコ 之前也认识 但是 也认识 这些动作 很强烈 但是 有些角色性 也认识 这些部分 也认识 这些部分 也认识 海格呢 感受怎么样 其实跟他们跳 我也 就很多拉盒很羡慕我 就是 将心比心 我也很痛苦 你知道我 我隔壁是Arkis 八个POP 他们看见我是什么眼神 你知道吗 就是很奇怪 你知道 田径队 把一个举重的要走了 不知道什么概念 他们选我的时候 我是有点 不知道的 后来他翻译了一下 他们缺个吉祥舞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种 就是那种很国际的那种团队 必须得有个那种非常代表性的 这种吉祥舞 我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叫 Junior Baby 中国话叫海宝宝 这个吉祥舞非常的好 他给了很多创意 很多建议 好的 那么 这一组的作品已经表演完毕了 现在我们要请AC组回到舞台上 Go 现在难题又交给了四位队长 那我们这次谁先来呢 一博 两边的编排都特别的好 像GoGo老师那边组的话 是Popping跟Lucking 都是属于Funking style的 但是Krump跟Lucking组合在一起 是很少见的 这一票也是纯属个人喜好 GoGo组一票 接下来 接下来 雨昕 GoGo 对 韩庚队长 你指的大变吗 对 可以 AC组一票 我觉得非常有力量 包括你在舞台的一些视觉 或者包括那种气场 他会一直在压着你 压着你 所以还是很棒 韩庚队长最终还是把难题 交还给了Harry 第一次来接舞吗 第一次来接舞 大家得 坐 坐 坐坐坐坐 哥 你不是说你会一直照顾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不是说你会 我一切都可以靠你的吗 我得让你享受 这就是街舞的文化 哥 如果你要享受不到 我就觉得你白来了 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文化 就是棒 放心 我一直在你旁边 我两边风格完全不一样 是的 一个是 动作 视觉都好炸 一边质感 感觉完全都很炸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选 是 精一杯踊得了 所以 自信持继续 我得到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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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不过 自分的 是 是 我只是不明白 GoGo 让我们恭喜 GoGo Brothers 组全员晋级 对我来说 GoGo Brothers 那个组 我印象比较深刻 回想的话 可能那个鸡汤 给我的那个冲击力 比较强一点 按照节目的赛制规定 AC将会直接进入到 后面战斗的阶段 同时刘宪华队长 你还要选出两位待定 和一位直接淘汰 好 你说我一个人输了 我OK 我淘汰我也OK 但是我后面有人呢 我小组长我有我的队员们 其实无论谁离开啊 我觉得你们真的挺棒的 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组里面 甚至年龄是最小的 嗯 他对战的是一个全部都是OG 对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今天你们做的真的很棒 真的 碎败有荣 嗯 因为这个不容易 因为 我们都觉得都很很棒 然后如果少了一个人 都 我也会很难过 这两位带定的 不好意思 Yuri 泛泛 尤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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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将会带定 尤瑞 还有一位 将要直接淘汰 刘建华队长 对不起 奥旭 奥旭 奥旭一路走来 有什么样想跟我们分享 和跟四位队长说的吗 大家好 但是 我自己的克兰 我当时的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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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奥旭 谢谢 谢谢 加油 加油 是 是 奥旭 奥旭 谢谢 我特别想 对他对欧洲说一下 因为欧洲从街道的时候 一直跟我说我想三对三的战斗 完了一直都是在五个人五对五里边 或者是做作品 我不知道这次的机会 能不能让他做一个 跳一个feel style 我希望这个舞台 不要给他留太多的遗憾 给你个编战 然后我们一起跳 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 对吧 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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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